大爷 给来碗5块钱的酸辣汤 好嘞 5块一碗的酸辣汤 加上一点这个98号的花生油 来上一点姜末 漂亮 大爷5块钱的酸辣汤是几个袋 两个袋 里边还得加上虾皮 漂亮 都是青岛大虾用的 再来上点 这是什么 木耳 青鲁辣汤 哦哟哟 完美 这就是5块钱 你说大吉美食它到底得多便宜 加上这个82年的高汤 这个才是关键 就是用着这个纯煤灶现做 这就是大吉的烟火器 就是这样的感觉 来上一点小酱油 得两勺 这个才是关键 好了 这是什么 醋是吧 嗯 就是酸辣的口感 好了 也是两勺 一个酸辣汤只要骨太 你说这得加多少调料 鸡精 味精 哦 四勺 漂亮 来上两勺也 胡椒粉是吧 胡椒粉 嗯 哦 胡椒粉也两勺 三勺 完美 哦哟哟了 大爷真舍得给 大爷这一天你得做多少份啊 没测过 啊 没测过 没测过 一天反正就几桶鸡蛋 对 一百多个鸡蛋 一百多个鸡蛋 好了 再加上这个 淀粉姜 先给勾骨馅 已经闻到了这浓浓的酸辣的味道 这个特别棒啊 大爷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做鸡蛋汤 大爷现在多大年龄了 没有啊 七十了 七十了 好了 大爷给摸上两颗蛋 这是什么蛋 公鸡蛋 啊 公鸡蛋 漂亮 可以了 好 你们就说吧 如果到饭店做这么一碗酸辣汤 现在得多少钱 并且它里边五块钱还加两个蛋 一个蛋的是多少钱 三块 哦 一个蛋的三块 三个蛋的呢 三个蛋的 六块 六块 哦 三个蛋六块 马上加一个才一看 哦呦 满满的蛋花 就是这么的漂亮 就这样的感觉 出锅 就是人间烟火气 还要赶大吉 哇 这就满满的全是鸡蛋了 没别的 满满当当 就是这样的小感觉 好 加点香菜好嘞 还得再加上香菜 光调料用了18种 我觉得就连调料起来都不够 好 上桌 你看 这个上桌的小仪式感多强 完美 走起 这满满的鸡蛋 你看 鸡蛋都快成坨了 里边这黑点啊 是胡椒粉啊 大家不要觉得这黑点是那个 是那个什么煤灰 蛋糖好喝 但有点烫 入口是这种酸酸的 回味是胡椒的这种辣口 特别棒 整个蛋香浓郁 就跟饭店喝的蛋糖口味 不是 哥们 绝无差异 但这么一碗只要5块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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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了她吃蛋 好多多特别